女单自由华瓦利耶娃重压下发挥失常 赛后掩面而泣 北京时间2月17日晚 2022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 女子担任华自由华在首都体育馆战霸 短节目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奥运队小将瓦利耶娃 发挥失常 整套动作失误平平 最终只排名第四 无缘奖牌 赛后 她也是第一时间落下泪水 本场比赛之前 瓦利耶娃在团体赛后爆出的禁要问题仍未有定论 而且如果她获得奖牌 颁奖仪式将不会举办 正式承担着这样的压力 瓦利耶娃在完美完成女单短节目后 就落下了泪水 而今天 全场最后一个出场的她 在前面两位同胞谢尔巴科娃和特鲁索娃 已经锁定前两名后 发挥失常 开场的萨霍夫四周周数不够 第二个 克塞尔三周周数不够被降级 后面的后外点冰联跳也出了问题 虽然临场改编牌 补了一个三周 表现出了她的临场应变能力 但整场失误平平 表现很失水准 最终 她仅以技术动作分73.31分 节目内容分70.62分 追加扣掉2分 自由华德分141.93分 总分224.09分 排名第四 赛后 瓦利耶娃也是掩面而泣 坐在等分区时 虽然戴着口罩 依旧能看出她的泪水 ショー 使用选择 等会儿 感谢观看